开始 没人在意这场灾难 只不过是一只迷路的死亡 地面的裂开 海洋的沸腾 沉睡的火山喷发 直到这场灾难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地震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 海啸开始席卷沿海城市 富士山也在多年的沉睡后爆发 大陆板块的移动加剧 这一切仿佛都在印证着 玛雅人预言2012年世界末日的正确性 而此时小美正在家里准备食物 接到自己前夫打来的电话 前夫哥告知小美玛雅人预言可能真成真了 小美当然不会选择相信 并将前夫哥臭骂了一顿 可突然房屋剧烈地抖动 吓得他们连忙放弃手上的食物躲进桌顶 小美丈夫戈登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地震而已 可随着抖动的加剧 戈登也产生了怀疑 刚好此时前夫哥冲进了房子 来不及过多解释 他大声嘶吼着让四人立刻上车 然后一脚油门踩到底冲了出去 戈登刚想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但看到周围的情况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身后的地面正不断地凹险 周围的建筑也开始集体倒塌 可此时的马路中间 却被一辆行驶缓慢的老爷车占据了道路 尽管前夫哥疯狂按喇叭也无济于事 他只好选择一旁的绿化带 一段曲折的穿梭后 终于有惊欲险 而那辆老爷车却没有这么幸运 现在也不是庆祝的时候 他们需要马上赶到机场 但中途的道路也十分危险 火光冲天的加油站 倾斜掉落的高架桥 以及前方倒塌的大楼 前夫哥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安全抵达机场 然而见到的却是自己私人飞机的驾驶员死了 好在戈登经常玩飞机模拟的游戏 虽然知道跟现实差距过大 但目前情况容不得他们在做耽搁 经过戈登一系列的操作 飞机也在摇摇晃晃中成功起飞 看着窗外炼狱般的城市 众人也是陷入了沉默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者 前夫哥这才有机会对众人解释 原来早在数年前 科学家就通过对太阳的监测与计算得出 在2012年 地球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得知消息的各国领导人聚在一起 迅速商量出一个可以延续人类文明的办法 打造诺亚方舟为人类留存希望的种子 而方舟打造地点就选在中国珠峰 全球多处同时出现地震 大量火山喷发 大陆板块切斜 海啸席卷世界 这一切都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好在各国政府数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 应对末日而打造的诺亚方舟 可有资格上去的人 不是人类精英 政界大佬 就是花费巨量财富购买名额 像戈登这样的普通人 根本无从知晓 但幸运的是 前夫哥带着孩子在皇室公园玩耍时 碰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头 那人认为玛雅人的预言成真了 并告诉前夫哥人类做出的应对 坚信社会主义的前夫哥当然不相信 可是第二天自己送老板儿子上飞机时 所以现在他们必须前往皇室公园 寻找那个奇怪的老头 因为老头拥有标记方舟的地图 抵达公园后才发现 怪老头此时站在山顶 直播着即将到来的末日 前夫哥带着女儿爬到山顶 急忙询问老头地图在哪 可对方却告诉他 地图就在山脚的武林里面 就在这时 铺天带地的鸟飞过他们头顶 大地也在有规律的起伏 前夫哥连忙返回山脚 开上老头的武林车 就直奔戈登而去 幸好武林足够坚挺 坚持到了他们停靠飞机的地方 通过拿到的地图 众人发现方舟在珠峰 可凭这辆摇摇欲坠的飞机前往 显然不太现实 于是他们规划路线 决定找辆大型客机 而此时的白宫也在撤离 可副总统决定留下 并开启全国直播 将末日的到来告知民众 但话没说完 电视失去了信号 机场众人顿时陷入恐慌 碰巧前夫哥在这里 遇见了自己有钱老板 而老板也刚好在寻找一名驾驶员 就这样前夫哥一行人与老板等人 一起驾驶飞机飞往中国 可因路途实在过长 他们决定在夏威夷进行补给之后 在出发前往中国 他们看着一片火海的夏威夷陷入了沉默 无奈只能继续前行 最终燃料耗尽 准备破降南海时 发现周围全是雪山 原来板块移动 导致他们提前抵达西藏 但问题随之而来 雪山破降很容易击毁人亡 好在老板想到飞机有几辆豪车 他们可以趁着飞机在滑行途中 开车冲下飞机 你见过在珠峰滑行的飞机吗 见过将飞机当作跑道的豪车吗 眼前这群人打算利用滑行中的飞机 在珠峰来一次刺激的降落 起因是因为末日来临 从美国飞来的客机因为燃料耗尽 被迫在珠峰降落 幸运的是众人安全降落 而飞机爆炸的火光也引来了军队 为首的军人发现众人没有方舟的船票之后 就准备离开 此时老板掏出了自己的船票 带上两个儿子前往方舟 丢下女友以及前夫哥一伙人 前夫哥他们也并没有放弃继续前行 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一辆大运汽车 而司机是参与方舟建造的一名工人 他知道自己跟家人没有机会上船 特意留了个入口 能够让自己跟家人偷溜上船 思考过后司机决定带上前夫哥一行员 此时方舟内部老黑发现系统检测道 海啸即将到来 可现在有票的人正在排队准备登船 于是政客要求关闭方舟 见此情景 没上船的人群顿时惊慌起来 而前夫哥在司机的带领下 敲咪咪地来到了方舟 为了拯救更多人 老黑恳求各国元首打开方舟的舱门 尽管这意味着方舟可能会被洪水冲垮 但政客们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舱门缓缓打开 外面的人群疯狂涌进方舟 同时海啸袭来 老和尚敲响了大钟 随后便被海浪吞没 海水迅速冲向方舟的位置 船长让所有人准备迎接冲击 然而舱门故障无法关闭 导致舱内涌入大量海水 海啸接连袭来 方舟被洪水冲垮 海水涌入船内 舱门故障也导致引擎无法启动 船面临撞上雪山的危险 老黑通过监控找到前夫哥 告诉他取出卡在齿轮里的工具 是拯救方舟的唯一机会 前夫哥为了家人决定接下任务 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取出齿轮里的工具 方舟成功启动恢复动力 几个月后 当舱门再次打开 人们发现海水退去的比喻气款 大部分陆地已被淹没 然而非洲的德拉肯斯堡山脉却崛起 成为新的最高山峰 人类将在那里开始新纪元的闻名